张华县长王惠美 13日表扬全国孝行蒋凯模 张华家福中心自强儿童与自强母亲 既模范既养妈妈 颁发表扬撞击礼物以此肯定 并期盼能作为其他遭遇困境的 弱势家庭表率 他们都是对于我们现有的环境 不屈不挠 然后把他们的爱心发扬 为母则强 顾好孩子 在很艰困的环境之中 能够以孩子的福利 家庭的一个经济为主 然后认真的做出了非常多 让人感人的一些作为 也让家庭跟孩子们有更好的照顾 千言万语 还是希望我们社会各界 都能够多来关心我们这些弱势孩子 大家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 我相信社会的温暖是大家看得到的 有大家的爱心有大家的温暖 我们这些孩子们 那或者这些需要帮助的这个妇女 一定能够感受到大家的一个这个爱意满满 然后能够呢有大家的支持 他们能够更加的努力向前走 这些孩子都在逆境中成长之外 那我们也很感谢季养妈妈 他们对于不是自己的孩子 他们也能够将安置这些孩子 做替代性的一个家庭 来照顾给他们最好的一个教养 让他们免于就是在受虐的环境中成长 那我们很感谢我们 王惠美县长这边 给予我们家府这些弱势孩子 还有受虐孩子 需要帮助的这些孩子一个表扬跟肯定 此次表扬的十位自强儿童 九位自强妈妈 还有两位季养妈妈 以及一位孝行楷模 总共有22位 不论是妈妈或小孩 都有令人感动的故事 很高兴能获得这次的全国孝行奖 然后我特别感谢我的 我的家人跟家府的社工老师 我会认真读书 然后长大出社会后 帮助更多需要我们帮助的人 很高兴今天能来到这里 接受县长的颁奖 今天刚好也是我的生日 是对我们来说 谁该喝酒意义的生日礼物 也谢谢县长一直以来 对我们的关心和家府 对我的帮助 让我可以认真的去学习读书 我之后也想为社会带众 带来公平正义 所以长大后想要答应为法官 也谢谢家府带我有这个机会 当上自强儿童 这对我来说是一项肯定 之后我也会继续努力 朝我的目标迈进 不好意思我很提到 这一步走来 生活中有酸甜苦辣 我常常跟自己讲 日子生活虽然困苦 但是我们还是要坚强走下去 老天爷不可能永远都 一直给你考验 他终有一天会笑颜对着你说 哇你很棒喔 所以我希望小孩子在我一路上 这样子陪伴他们的成长 希望他们以后长大 可以回馈社会 然后回来一样做家府的志工 帮助比我们更需要帮助的人 有很多金养妈妈 其实他们大家都很辛苦 那我今天获奖 我只是一个代表而已 并不是我个人的荣誉是一个我们整个 寄养家庭的一个荣誉 因为我那时候看电视 要看到一个好像是两岁多的孩子 他妈妈可能他婚姻不幸福 然后都不理他 他肚子饿得也不敢去吵妈妈 就用了冷开水去泡奶粉 我看了就很心疼 我就觉得说那你不养 那你来给我养好了 那刚好是我一个朋友 他跟我说 那家府有在招募寄养家庭 你要不要去试试看 我说那可能是机会来的 那我就去家府这边询问 然后就加入了寄养团队 到现在已经13年了 彰化家府中心在彰化县服务多年 协助无数弱势家庭成长自立 在这些家庭当中 除了有一群坚强孩子努力不懈的事迹外 同时也隐藏着许多艰苦持家的母亲们 用泪水与汗水交织而成的动人故事 希望大家能不忘初衷 也能够发挥大爱 再回馈社会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公益频道许维珍彰化采访报导